茜茜快醒了 又要哭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的阿妹 她就想要你的微信 阿妹想要我的微信 她想和你聊天 我说杨贺 我说你有时间了我跟你说 给你发休息给她 好的好的 又哭了又哭了 嗯 眼睛有点累了 睡觉了眼睛有点累 十五天了晚上没有这样 以后还有更长时间了 还有好几个月 她要吃奶要吃几个月 是不是 她一直要跟着你 按了我的一般是喝 喝凌的奶 喝妈妈的奶 喝六个月 然后就喝别的奶了 你给她喝八个月吗 多喝几个月没关系 第七个月我给她喝 她要是喝呢我就给她喝 累了想靠啊休息 吃不吃牛奶吃 我妈妈眼睛已经看不到明天就可以摘掉了 赛苏达晚上打电话了 我没有你妈妈厉害 接下来看一下咱们聊的是什么内容 其实这种内容我之前也在视频中讲过啊 这一次再次告诉大家也没什么关系啊 咱们切换镜头看一看 我们是3月29号家的微信啊 然后打招呼了很快就通过了 你好姐夫 然后我给她回复个表情 你好妹妹 她关心我妈妈做隐部手术了吗 这个翻译还是挺准的 她听姐姐说的 比较关心我妈妈 然后我发了个我妈妈的视频给她看 继续往下面看 没事了 出院了 有翻译有一点点不准啊 大概意思都能听懂 那接下来说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聊天了 其实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和你聊天 正常聊天就行了 他这次是来给我解释这个问题的 他主动说了我离开家 不是因为你 也不是因为谁 只是和妈妈吵架就离开了 正常聊天就好了 他说他性格有点内领 就是老实点吧 不太 有点害羞出镜 应该是这种意思 刚刚跟家人谈过 好的谢谢你姐夫 我当时以为你不喜欢直播 他说不是的 当时我和妈妈吵架了 所以我离开了家 聊天就只聊了一次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也成长了不少 这一次 二妹主动教我的联系方式 然后再次给我解释了我之前心中的疑问 不知道这一次教我联系方式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算了想多了 大家觉得呢 记得以前有人说 我的出现导致了 二妹的离开 这个问题在当时 可能你怎么解释 再怎么解释 很难让别人幸福 但是时经过去了一年多 现在是不是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有时候时经是那个疑难杂症的解药啊 当时一个问题你不管怎么去解决 解决 都解决不了 但是时经一过 答案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看一下希希睡醒了 哎呀 吃饱了是不是 吃饱了 哦 我妈也是 我妈是胖胖 希希 想哭呢 这个表情是想哭呢 还是想吐了 这个下巴养起两层肉呢 她眼睛现在还看不了那么久 她眼睛现在还看不到 现在还看不到 嗯 她眼睛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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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希你变白了啊 变白了变漂亮了 变白了变漂亮了 哎呦 袜子掉了 袜子掉了 看她的腿已经变出了 跑进去了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吃多了打嗝 外婆慢慢把袜子穿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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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给小希希 换了一件薄一点的衣服啊 现在我准备给这个房门 装上一层沙穿 做好了啊 非常的完美 这样蚊子就进不去了啊 刚才在房门口捶钉子的时候 把希希炒醒了啊 一捶就开始哭了啊 谢谢 现在爸爸已经弄好了 皮肤变白了 变白了 看一下我妈妈吃的什么米饭啊 吃的蔬菜 看这个米饭就是我给她买的 适合糖尿病人吃的 纹绳筋伤盖克的 你的那个兴饭宝刀的 给你给拿回来 她是个 她是个女尊门组自己的番茄 冰饭包已经拿到了 这个好像挺小的 只能一个到两个人使用 这个电子秤也到了 得去称一下小希希的体重是多少 刚才在打印店打印了一张个人担保书啊 就是那个外婆的签证快到期了 打算弄一份担保书 到时候又要去荆州给外婆去清啊 不知道这张担保书能不能有效啊 如果这个担保书没有效的话 京州市民自家的当地也有担保书可以提供啊 到时候再去自己写 现在就准备回家了啊 到家了啊 小希希又开始哭了啊 啊怎么了 那臭臭了 起船了啊 他喝了奶 喝了奶 所以喝了他的奶爸爸了 快递拿回来了 快递已经到这里了 等一下把它打开看一看 希希现在不哭了啊 在看什么 不哭了 还笑起来了 妈妈回来了啊 你的订饭包到了啊 尝一会 看你喜不喜欢 是不是不好不小吧 打开看一会 夜后里有真材的 小郑哥 会不会开 不会开 来来教你 教你 本来是盘边剥开的 夜盘边也剥一会儿 你自己剥 也是真差一点 嗯 来 真好可以吧 刚刚好 可以 晒素达 过来撑一下 看你有多重的 站上去 现在掉的 我43.8 87斤啊 再抱一下小孩子在你手上 看看小希希有多重啊 47.85和刚才一样啊 43.85 只有4公斤 因为买尿布丝 需要知道小孩子的体重啊 像最小马的尿布丝 它的体重范围是6到9斤 现在小希希已经长到8斤 再过一段时间 要给他换大一马的那个尿布丝了啊 好吧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伟 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